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经院那边自己开车就把孩子送到这儿来了 虽然说是很积极时间也很短 从他受伤到医院来大概半个小时 但是因为他面积比较大 孩子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处于休克状态了 开车非法营运被抓现行 面对询问却识口否认收了车费 老的五十块钱 给没给你呢 好好说 全给没给你呢 程车都已经取完了 人人车上卖车求速度 速卖宝服务却并不速卖 一个月过后了 然后呢 车也没卖出去 那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速卖宝 没有给我做成服务 那我就申请退款 承诺可退款 却迟迟不到照 如此服务遭车主质疑 你好 我是那个车主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速卖宝 什么时候能退啊 那带出款的装败吗 那带出款都已经这都手办年了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 吃信的速卖宝服务 集市专媒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观众朋友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听起您可以随时拨打 我们的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您提供的线索已经采用 还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 不等的现金奖励 来看新闻 最近这几天 我们栏目一直关注的 长津市上海陆域东三条 交汇管道漏水无人维修 导致周围银达小区的居民 用水难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栏目的记者 社区工作人员 小区居民 以及长春水务集团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 今天终于传来一个好的消息 漏水的管道 已经有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维修 居民们的用水问题 终于是解决了 7月22号 接到热心观众 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 称自己家所居住的银达小区 已将近一个月 没有正常供水了 原因就出在 位于家门口的一处 流淌着自来水的管道上 7月23号上午8点 长春水务集团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会立即对居民们 所反映的漏水位置进行处理 晚上7点 银达小区居民 给记者发来视频 长春水务集团工作人员 正在对漏水点进行处理 他们已经把水发门管了 现在水量已经小了 很小了 终于又掺头了 今天上午10点 记者再次来到长春市上海路 与东三条教会 长春营达小区 在现场记者看到 漏水点已被围栏围住 没有水流流出 据现场工人介绍 为了解居民用水燃煤之急 他们暂时先把一条长18米左右的 自来水管放在地表 等到冬天的时候 再恢复到地下 中午11点 记者再次来到 银达小区居民家中 供水已经恢复 你看看 现在水已经来了 感谢你们了 可以放心各家用水了 踏实了 我代表就是 仁达小区的居民 感谢新华街道 感谢社区 感谢你们第一报道的记者们 谢谢 第一报道 刘璐精心报道 我们刚才通过片子 也看到了 银达小区居民家中 这个供水已经恢复了 居民们这颗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了 那现在是傍晚的17点49分 我们的记者刘斌 也再次来到了上海路 与东三条教会的漏水点 我们来了解一下 现场的最新情况 你好刘斌 主持人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上海路 东三条教会 那么我旁边呢 就是银达小区 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看一下 为期两天 我们的这个水呢 已经被我们现场 今天来这里工作人员呢 给截流断了 而且呢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一个水管子裸露在我们这一堆这个建筑工程的工具上面 这条管道呢就是有两个出水点然后连接起来把水正常的输送到我们每一户小区的居民家中 那么现在呢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啊 大家是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 因为刚刚下班嘛 回到家 要么就是洗洗涮涮 要么开始做饭了 刚才呢 记者也是提前来到了我们现场 走访了我们周围的住户 看到家中的水流呢都是正常的 也是上到了我们小区最高层的这个居民家中 到了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啊水流也都是正常的 那在这里呢 记者要提醒大家 虽然我们这个水管子已经修好了 已经不漏水了 我们正常的居民家中已经通水了 那但是呢我们这个黑色的水管还是裸露在我们的地表之上的 那么由我们附近的小区呢 如果是您是出行在外面的话 看到这个水管的时候 大家都要相互的对它呢照顾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给我们送水用的 还有就是记者也看到啊 现场呢很多这个大型的工具还堆放在我们的路面之上 那么由于这些工具呢堆放在路面之上呢 影响了我们这条水管进入我们的地下 所以呢也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把这个 现场的这些工具能够及时清理 让我们这个亨色的水管应该回到它应该有的地方去 那么这就是来自现场刘冰和余扬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冰的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随着夏天的到来啊 这烧烤生意是越来越火 但随之而来的一些卫生啊 噪音扰民等等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 这部家住长春市顺通花园二期的居民就向我们反映啊 说在他们小区门口露天烧烤的现象已经存在 有一段时间了 晚上六点半 记者来到长春市露园区顺通花园二期 看到在小区门口附近的空地上摆放着几张桌子 时刻们露天坐在桌前吃着烧烤喝着啤酒 很是惬意 记者观察发现 自处摊位虽小但五脏俱全 海鲜烧烤啤酒应有尽有 咱这几个是一家的啊 这两边烤的不一样啊 记者注意到 此处烧烤摊旁没有正式的烧烤店铺 而是一辆货车当成了储物间 路边当成了开放式厨房 除了工作人员 苍蝇也同样忙得不亦乐乎 早上这一般都到几点呢 晚上12点是最早的 早上多长时间了 我来的都给人看很稳点的 但是这一晚是最近才吃的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这露天烧烤啊 洗的是烧烤的商家和食客 优的呢 却是附近的居民 此事呢 我们也将反映给了相关部门 进行管理处理 说到这露天烧烤呢 可能是夏季比较凸显的问题 而我们常说的城市牛皮险野广告 那是一年四季都在困扰着 我们城市的环境 说到野广告 不仅在城市的街道边能够看到 甚至有些人呢 家门口这一不注意 也会被贴上野广告 那叫一个闹心 的确清理起来 确实非常的费劲 怎么办呢 城镇市东站街道 市委社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咱们去学学 居民的幸福指数 和环境息息相关 那么很多人呢 在外出的时候就发现了 在小区的一些周边呢 都存在了一些野广告 很多人把这些野广告啊 就称之为城市的牛皮选 那么一些街道啊 社区啊 包括市容环卫呢 以及一些爱心的团体啊 他们都会自发的 或者是主动的来帮助居民 进行清理 但是这样的清理啊 也导致形成了一个 周而复始的状态 那么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 在清理啊 还有一些人呢 在贴 形成了一个循环 长春市东站街道 市委社区 辖区共有76栋居民楼 这些居民楼里 80%都被物业气管了 物业气管导致野广告 黑体字的问题出现频繁 自今年4月 社区与长春城市管理局 市容处 与省通信部门 开展了整治行动 这几个部门一起行动 会改变原来 只抠的模式吗 野广告的话 我们如果网络员 及时发现的话 就及时上报 上报到我们那个 街道的一个清刷群 然后清刷群 看到的话 他们会及时 就是再往上报 不到中队 然后他们就是 给他们就是暂停号了 一询一拍一封号 就这样快捷的流程 再加上清理 不仅面上的野广告不见了 这广告上的号码 也随之消失停机了 这已经是第二百六十九个 被停机的野广告号码了 现在来说 在我这片 就看到那个野广告 就是少多了 不敢保证说 所有广告都清楚 但是已经会少了 百分之六十多了 第一报道 一博 李斯报道 这社区工作是越来越用心了 居民们也越来越受益 其实每个小区呢 它都有专门的广告牌 是允许咱们进行张贴广告的 那这样统一的位置 也方便居民寻找各种所需的信息 所以呢 在这里提醒大家 别把这个广告贴在不对的位置上 人人车上卖车求速度 速卖宝服务却并不速卖 一个月过后了 然后呢 车也没卖出去 那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速卖宝没有给我做成服务 那我就申请退款 承诺可退款 却迟迟不到照 如此服务遭车主质疑 您好 我是那个车主 我想问一下 我那个车卖宝是什么能够 那大队款的装卖吗 那大队款都已经这都锁半年了 第一报道 仅值关注 吃信的速卖宝服务 二手车交易平台 最近这几年发展得很火 这些号称 放心个人二手车 直接对接个人车主 和个人买家 实现交易无差价的宣传 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 说的没错 那么在2018年的年末 长春市民赵女士通过 人人车交易平台卖车 但是谈起这次卖车的经历 车主赵女士直言有点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看 2018年年底 我打算卖车 然后呢 我又没有时间 所以说呢 我就是在手机上 关注了人人车的小程序 那么在程序中呢 我输入了我相关的卖车信息 当我输入信息之后 那么呢 人人车的销售客服 给我打了电话 说呢 您要卖车 然后指派了相关的人员 现场进行验车 然后对车进行拍照 然后登录 在人人车上给我做服务 做销售 赵女士告诉记者 听好售车的相关信息后 她便将爱车发布 在人人车网站上进行售卖 大约过了一周后 她接到了人人车销售客服的电话 人人车的销售客服 再次给我打电话 说呢 您这台车呢 就是说是不是想给予卖出 我说这个也可以 她说呢 那我们推一个服务 叫做速卖宝 那么呢 它的费用是500块钱 就是说在一个月之内 能把我的车卖出去 然后呢 还能达到我理想的价格 如果卖不出呢 我们把速卖宝全额退还 我认为这么大个网站 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非常爽快地 把钱打给了客服 一个月之后 没有任何结果 车也没卖出去 也没有任何动态 听了客服人员的推荐 着急卖车的赵女士心动了 她花了500元钱 在人人车交易平台上 购买了速卖宝服务 赵女士说 本以为这下她的车 很快就能出手了 没成想 一个月过后 车还是没有卖出去 于是赵女士 向人人车申请了退款要求 一个月过后了 然后呢 车也没卖出去 那车也不能一直闲置 然后通过我的朋友 我就把车卖出去了 那卖出去之后呢 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速卖宝没有给我做成服务 那我就申请退款 那么人人客服呢 也接待了我的退款 也把所有的程序啊 所有的手续 相关都是符合要求的 全部上传 那么1月29号 她是受理了我的退款 但是迟迟没有见到这笔款 我认为这么大一个网站 不应该欺骗我们消费者 一直客服都说什么 财务的状况 又说什么这个状况 那个状况 然后迟迟没有任何的回复 那我觉得呢 就是说我对这个网站太失望了 对于整个这个线上的服务 也太失望了 赵女士说 当时购买速卖宝服务 就是看中了人人车客服 所宣传的 卖不掉可以退款的承诺 可如今退款已经申请 将近半年多了 却迟迟不见返款 这事让她很气愤 这个事情我站出来说 为的是什么 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的权益 钱不多 一顿饭钱 一件衣服钱 为所谓的 但是权益是最重要的 通过这个事情吧 我希望人人车 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为什么当初人人车 对于车主的承诺 没有兑现呢 赵女士迟迟没有收到 退款的原因 是什么呢 想解开这些疑问 咱们还得接着往下看 究竟赵女士提到的宿卖宝 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她购买服务的500元费用 能否顺利退回呢 带着疑问 记者拨打了 人人车的客服电话 宿卖宝的这个服务 这个是什么服务啊 就是意思说 咱们就是 评估是看完您车以后啊 符合咱们的就是标准的话 就是车况也比较好 然后您也照须卖 然后就是说 并定就是多少件之内 然后给您把夏威力卖出去 就是比较快 那这个速卖宝 现在还有吗 确实咱们之前的话 就是叫您的名称 现在的话就是 那个服务取消 您的意思说 这个速卖宝 这个服务已经下架了 是不是 没有吧 对对 确实下架了 根据客服人员的表述得知 赵女士在2018年12月份 在人人车平台购买的速卖宝服务 此时已经下架了 那赵女士还能顺利办理退款吗 随后赵女士拨打了 人人车客服的电话 您好 我是那个车主 我想问一下 我那个速卖宝 什么时候能退啊 准确的时间 我们确实不太相处的 人家系统里面有500元的速卖宝费用 那带退款的状态呢 那带退款都已经 这都小半年了 我们会返回给财务 让他尽快给您退费的 我打了很多个电话了 所有的可回复 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让我下注怎么办呢 我们能帮您做的 就是返回给财务 让他尽快给您退费 其他的话 确实没有办法帮助到您了 客服人员表示 他们能做的 就是将客户的诉求 反馈给公司财务 准确的打款时间 他们也不清楚 那我想知道 这半年是为什么呢 是你们出现状况了 还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系统升级 是人工进行打款 实际的话 确实可能比较慢了 它是需要手动核实 每一个退款单号的 手动核实 我也认可 我这半年的 还没排到号呢吗 对的 你是都在排除打款当中的 但是你们当初 给我的承诺是说 这个卖不出去就退吗 对吧 对的 那你这现在 这是这么长时间了 难道你们要付我利息吗 这个一定会给您退的 但是利息的话 确实没有的 是在帮签人生 我打了无数次电话 无数次就告诉我 说什么财务升级 财务手动的 手动给我打款 那么我已经等了半年了 我想半年了 我还没排账号 我什么时候能排账号 我觉得它没有 一个很有诚意的解决问题 无非就是在拖延 截止到节目播出之前 赵女士并没有接到 人人车的反馈电话 那么作为消费者的赵女士 该如何维权呢 既然是对方违约 也就是人人车方面违约 没有这个提供 满足约定的这个服务 那当然应该履行 付款义务 或者叫退款义务 如果到期没有付款 一个是呢 我们作为消费者 有权利要求立即付款 我们建议双方能够协商 可以协商解决 如果确实无法协商解决 也可以向我们消费者协会 来进投诉和举报 然后当然如果 作为消费 居间调解仍然不成 也可以向我们市场 行政监管部门 来进投诉和举报 有行政机关来进行政处理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我们接着往下看新闻 说到当年屏幕上 可爱的小燕子赵薇 近年来摇身一变 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大恶 在资本市场上轰风唤雨 2016年赵薇旗下的公司 龙威传媒 拟以30.6亿元收购 万家文化29.14%的股份 其运用资金杠杆的比例 高达51倍 当时运情哗然 证监会随后介入 立案调查取消收购 有股民一怒之下 将赵薇和万家文化 告上了法庭 今年1月杭州中院 判祥元文化 也就是原来的万家文化 和赵薇败诉 赔偿股民5万多元 赵薇等不服上诉 今日浙江高院二审判决裁定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7月16日 浙江省高院 送达投资者起诉 祥元文化 赵薇索赔案 二审判决书 法院认定 祥元文化 赵薇的信息披露行为 构成证券虚假陈述 应向投资者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维持一审原判 赔偿股民 5万4千多元 虽然演员赵薇 并不是上市公司的董坚高 而是作为上市公司 收购方的实际控制人 被投资者告上法庭 这在A股市场上 是第一次 207年 祥元文化 也就是当时的万家文化 即赵薇控股的龙威传媒 因在控股权转让过程中 种种不合规的做法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并予以行政处罚 208年1月 投资者将祥元文化 赵薇告上杭州中院 要求索赔 立件事原告代理律师 他告诉媒体称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法院依据这个证券法 侵权责任法 以及虚假陈述的司法解释 认定赵薇属于 其他做出虚假陈述行为的自然人 并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 祥元文化诉讼公告显示 截至2019年5月18日 该公司共计收到 544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件 诉讼金额共计 5700多万元 据了解 目前还有数百位投资者 起诉赵薇及相关公司的材料 已经提交浙江杭州中院 目前处于诉前调解阶段 赵薇到底要承担多少赔偿责任呢 取决于这些原告 有没有把赵薇列为被告 另外呢 还要看这些投资者的损失情况 是否符合法院认定的赔偿标准 索赔的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 佣金 印花税和利息损失等 最终以法院这个认定为主 就此次判决的相关问题 媒体也联系到了赵薇的代理律师 但对方没有回应 赵薇和祥元文化如今官司缠身 正是源于2016年 对万家文化上市公司的收购 2016年12月23日 上市公司万家文化发布公告 赵薇旗下公司 龙威传媒拟以30.6亿元 收购万家文化29.14%的股份 然而该方案中 龙威传媒自有资金仅6000万元 其余均为介入资金 杠杆比例高达51倍 6000万就可以控股当时市值120亿的公司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舆论 正是由于此次收购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万家文化在2017年2月27日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7年4月1日 万家文化发布公告 宣布该股份转让事项终止 万家文化后更名为祥元文化 从公告收购到收购失败 祥元文化的股价 从18元一度冲高至25元 最终跌到了13元附近 区间最大跌附近五成 而截至7月22日收盘 祥元文化股价爆4.18元 较最高点跌去超80% 市值蒸发超百亿元 2018年4月11日 证监会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祥元文化 龙威传媒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各处60万元罚款 对涉及此次收购的当事人 孔德永黄永龙 赵薇 赵正 急于警告 并处30万元罚款 对孔德永黄永龙 赵薇分别采取五年证券市场 进入措施 有评论称 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小燕子 或许还要面临更多投资者和股民的诉讼 下期的最后一个节气 大暑昨天正式登场 我国大部分地区迎来了高温加暴雨的桑那天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等多地 是遭到了高温加暴雨的轮番侵袭 江淮 江汉 中东部地区 则是在桑那天中迎来了大暑 7月22号云南宜良发达乡遭受强降雨 中小学交叉路口 引发山体滑坡造成洪灾 泥石流袭击发达乡堵满半条街 危及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道路交通受阻 当地村委政府警方第一时间组织群众 开展自救并疏散受困群众 目前没有发现人员伤亡情况 7月22号四川遭遇强降雨 成都宜宾自贡 内江等地 遭遇暴雨袭击 因成都市区暴雨积水严重 一位外卖小哥 雨中送餐 被旁边行驶的汽车 溅起的波浪打倒 难以爬起来 强降雨导致成都 乐山 梅山 雅安 宜宾等市一些地方出现内涝 不少地方的水都急腰深 导致车子被淹没 市民出行困难 陕西汉中连日来大雨 导致境内河水猛涨 可有人偏偏喜欢在此时下河玩耍 一名群众报警称 自己被困在汉江河岛当中 汉中消防中队到场后 发现人员被困在河中的小岛上 三名消防员用橡皮艇 将被困人员救出 根据汉中消防的数据显示 近23号 汉中消防出警5次 先后从河道里交出11人 这些人都是下河玩耍 钓鱼突浴掌水 被困河中 7月22号 四川随宁的早高峰 消防车出警行驶至隧道时 上百位车主自觉地把车停到了一边 这一幕也被网友们称之为 教科舒适的让道 当天上午早高峰时段 四川遂宁有三辆出警的消防车 紧急开往起火现场 行驶至隧道时正赶上堵车 消防员鸣笛市井 短短时间内 消防车前方的私家车 就仿佛约定好了一般 纷纷自觉靠向隧道两边贴边行驶 为消防车最大限度地 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早上出警 有一个居民家电器老化 起火通过观音湖隧道 刚好早高峰吧 车特别多 隧道里面有上百辆车的 每个车都很自觉地 把车停到一边 整个隧道特别长 然后车特别多 就没有一个车子 没让我们特别感人 一百多辆车的自觉让道 使得消防车得以快速通过隧道 为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这个视频被四川交警 发上微博后 网友们纷纷点赞 把这一幕称之为教科书式的让道 类似这样的让道不止一处 山东滋博 一名男子输液时 药物过敏休克 必须马上急救 救护车回程 路上遇上堵车 被迫逆行 这时道路两侧的私家车 纷纷自觉分散两边 一条绿色的生命急救通道 出现在了医护人员眼前 最终12公里的路程 医护人员只用了10分钟 就到达了现场 经过抢救 过敏男子 转危为安 在江苏海门 一辆私家车正在等红灯 一辆拉着警报的救护车 正好停在了私家车后面 私家车主直接向前行驶 为救护车让出通行距离后 就停在了马路中间 事后民警表示 路口监控为其证明 情况属实 为其消除了每张记录 免罚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全省多云 松原 长春 四平 辽园 吉林有小到中雨 部分地方有大雨 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白天 我省大部分地区 有二到三级的偏南风 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 在26到29度之间 与今天相比的 清温变化不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天气网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 雷阵雨 22到29度 吉林 多云 转中雨 22到28度 四平 多云 转小雨 23到29度 辽园 多云 转小雨 22到29度 通放小雨 22到28度 白山小雨 21到28度 白城 雷阵雨 转多云 19到27度 松原 小雨 转多云 21到26度 严吉 多云 21到30度 长白山小雨 11到17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稍后内容更精彩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现在正值是暑假时期 孩子们都在享受着快乐的假期时光 但是在这个时候 往往也是儿童安全问题的高发时间段 最近长城市儿童医院 就接诊了这样的一位小患者 因为和其他的孩子们 嬉戏打闹 不慎掉进了煮肺的汤锅里 导致全身重度烫伤 那么接下来 我们通过一条新闻片段 来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 7月8号晚上 一对夫妻抱着一个5岁半的孩子 焦急地来到了长春市儿童医院 当时情况紧急 医护人员便迅速对孩子进行抢救 经过检查 孩子的整个后背 臀部 大腿 上肢 面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烫伤 腰背部尤为严重 在他这个年龄 他是属于一个重度的烫伤 因为他的面积是在29%到30%之间 他全部都是一个深二度的窗面 据孩子的父母介绍 夫妻二人经营一家餐饮店 孩子和两个小朋友在一边玩 当时店里比较忙 结果就一转眼的功夫 没照顾到 孩子就意外跌进了滚烫的汤锅里 马医生告诉我们 现在孩子已经入院治疗16天 情况已经稳定 但仍有10%的窗面较深 可能需要后续的直皮手术治疗 我们烧胎上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龄小的 婴幼儿比较多一点 主要是还是家长看护不当 没有一个专人的来看护孩子 他小 他对什么东西都比较好奇 看见这个什么东西 他都想去摸一摸 碰一碰 往往就是这一时疏忽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家长们 对于活泼好动的孩子 一定要认真看护 一刻都不能松懈 第一报道 王玉张强报道 所以说在这里呢 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 一定会看管好自己家的孩子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安全 今日呢 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 与长春市公安 治安分局联合 对火车站客流高峰期 黑车非法营运现象进行了整治 那么通过双方的商议 执法人员采取 步行便衣巡逻 共享单车巡逻 以及机动车巡逻 的三种方式 最终多起黑车 非法营运案件浮出了水面 7月19号上午 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 综合执法三大队 与长春公交治安分局 客运派出所 联合对长春站区域 黑车非法营运现象 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在巡逻期间 一辆GA88NL2白色捷达车 行迹可疑 经执法人员询问 该车司机即为该车车主 当天上午 拉载了一名乘客 从兴隆山去往长春站 司机表示 预收取乘客50元作为车费 尽管该车司机意图狡辩 但随后通过公安机关 对司机手机的控制 查到了微信收付款记录 交易时间与乘客上下车 时间相符 同时该名司机收付款 存在多次交易记录 三十五十二十等 不等的一个影运收入 后期经过公安机关 以及运网部门这个工作 对他这个进行批评教育 司机认识到自己的一个 非法影运的行为 是一种错误行为 同时也对该事件供述 按照吉利省城市公共 客运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这台车呢 将面临着高额的行程处罚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超载的危害性不言而喻 尤其是发生事故之后 因为违法行为在前 所以很难得到相关的保险赔付 而另外一方面呢 超载后一旦发生事故 由于车内拥挤 乘客也是很难逃生 最近呢 长春市弃开区的交警 就发现了这样一台超载的面包车 明明是何载9人 却挤进了满满的11位乘客 7月9号晚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弃开大队的民警 在其辖区内的东风大街上 开展巡查 主要检查的目标就是 面包车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 17点左右 一台搭载着下班工人的面包车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何载应该是9人 但实际称作了14人 超载了20%以上 民警介绍 在截停该车并发现其车上 超载情况后 民警发现 在坐满乘客后 该车车内空间十分拥挤 一旦发生车辆侧翻等事故 乘客势必将很难进行逃生等自救 后果不堪设想 而车上搭载的乘客中 甚至还包括了该车驾驶员的妻子 罚款276分 超学习 下不为例的我 下不为例给你的教训 三分的 现在咱们多数驾驶员呢 还是主要是以例子为主 他多超几个人 他认为他能快速一点 没有想到后果 安全的后果 第一报道 新旗送客生报道 大名嘚不嘚 落点 实在科 列车罢座的新闻 咱可没少说 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不管媒体怎么呼吁 大伙如何议论 始终无法阻止某些人的无耻行径 7月22号 在一列北京开往乌兰浩特的火车上 一名女子手持无座车票 强行霸占了别人的位置 即便是成情赶到之后 他也拒不让座 嘴里还真振有词呢 说我就在这坐了 腿疼 不方便起身 这位的腿究竟是真疼还是假疼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嚣张的气焰 着实欠揍啊 成情本着人文关怀 答应帮助他换一个位置 按说呀 这已经够意思了 用一张战票加上无理取闹 换来一个正座 可以接好就收了 但是他呢 得寸进尺 也不知道啊 是椅子上沾了502 还是屁股下面抹了大浆糊 认准了这个座位 说啥就是不走 很显然呢 这是在公然向法律法规进行挑衅 在多次劝说无果之后 成情果断采取了措施 将他强制带离了车厢 移交给了白城车站的派出所 而等待他的将是行政拘留5日和失信人员的大名单 这回好了 他不是说腿疼吗 可以在拘留所里好好地静养 无论是坐还是躺 肯定没人跟他抢 同样接受处罚的 还有四平的保安员施某 在几个月前 这名63岁的保安 久后乘坐公交车 因为没有听清楚 站名与司机发生了口诀 并且强行拉拽司机 抢夺方向盘 尽管旁边的乘客一直在努力地制止 但是师母在酒精的作用之下 酒疯耍得是越发激烈 没办法 司机紧急刹车 导致车上的两名乘客受伤 事发以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 一定要重罚 绝不能轻饶了这种无视公共安全的人 7月18号 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做出了最终判决 师某获刑三年 按说保安这个职责 就是保一方平安 而他却成为了百姓安全的最大隐患 或许师某只是酒后一时冲动 这个惩罚代价惨重 但是对于当时车上的每一名乘客来说 没有发生更糟糕的情况 应该是最好的结果 希望师某能够利用好这三年 好好地在里头行行酒 刚才说的两件事 新闻题材并不新鲜 都属于老生常谈 下面我给大伙说一个与众不同的 最近山东围房的交警 巡查的时候 发现一名老人骑着摩托车 驰骋在快速路上 而身后的乘客很特别 是个一岁的娃娃 更特别的是 所坐的安全座椅 空前绝后 闻所未闻 竟然是一个破框 外加一条破皮筋 也不知道这孩子坐上去 是个什么感受 可以肯定的是 这位老人的心 那是相当地大了 能把孩子当成大白菜 真是没谁了 交警上前蓝厅之后 老人也解释说了 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娃 突然想去地里头 看一看庄稼长得咋样了 所以就带上孩子快乐出发 他想的倒是挺简单的 却完全没顾及到孩子的安全 咱也不知道 孩子的爹妈看到这段视频之后 会不会感到害怕 民间有句老话 叫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这位大爷骑车溜娃 堪称千古奇葩 只不过这个舞台 危险性太大 咱可玩不起 接下来的这件事 也发生在马路上 但是却充满了正能量 7月17号的早上 北京公交司机林师傅 驾车行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 就发现一名女子的胳膊 被压在了一辆轿车的车轮之下 很显然这里刚刚发生过交通事故 一看受伤的女子动弹不得 急需帮助 正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林师傅大喊一声 车上的老爷们下车帮忙 您别说真是一呼百应啊 全车乘客齐心协力 把这个轿车给抬起来了 受伤的女子也因此获救 随后呢 林师傅又大喝了一声 上车走 您看简单的几个字 却相当的有气势啊 在这也让我们为这些热心肠们 点个赞 好了 今天咱们就得步到这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福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继续来看新闻 前列线增生引起的排尿困难 抑尿贫多等症状 一直困扰着中老年男性 久脱不治 严重后会导致急性的尿珠瘤 肾功能衰竭 甚至是伴随着癌症 传统手术层层剥掉增生组织 出血量大 痛苦久 长期带尿带一复发 美国介入摔摔素 束大腿根部一毫米针眼 介入治疗 使得增生的组织萎缩 前列线恢复正常大小 无痛苦 效果明显不复发 当天下床三天出院 远离尿带 一次治疗终身受益 第一报道 携手黑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 介入科启动前列线增生公益活动 免费为全省前列线增生的患者检查 并有介入全科权威专家 现场亲诊 同时免费为30名电切术后复发的患者 实施介入治疗 高龄无法手术 长期带尿带的患者 可以申请医疗补贴 援助的热线是0431 85818577 人体内有八大限体 他们是各就其位各司其职 但是凡是有一个消极代工的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是想想就觉得特别酷 眼前的这位老人叫庄和平 是位弟弟道道的安徽人 不过这次他不远千里来到哈尔滨 可不是为了异度迷人的北国风光 而是为了疾病 哎呀 我从一次来哈尔滨 从一次来哈尔滨 来干什么来看病的 不是来留留我的 前列线增生的老毛病 已经困扰庄和平快十年了 晚上睡不好觉 不敢多喝水 也不愿意吃东西 庄和平瘦了不少 以前一直都是自己对症吃药 没有系统治疗过 直到2015年 庄和平总是觉得小病困难 肚子也胀痛得厉害 实在挺不住了 才到医院做了检查 住院后他才知道 病根是出在了一个小腺体上 为了根治自己的老毛病 庄和平选择了传统电切术 可没想到 距离第一次手术不到两年的时间 又复发了 无奈庄和平又先后接受了 第二次和第三次电切术 可效果依然不理想 做了三次电切手术 做的不成功 最后都是复发 我觉得人这个 前来看 是治不好了 他前来遭罪得很 花了钱还得继续遭着罪 复发的结局没有逃避 周期也缩短了 症状还更加明显了 直到了解到黑龙江远东 心脑血管医院的 前列腺动脉身塞术 庄和平决定不远万里 也要过来再试一试 进入手术采用局部麻醉 再大腿根通过股动脉穿刺 用一根一毫米的小导管 插入双侧前列腺动脉里 再用拴腮球 把两侧前列腺的血管阻断 让前列腺逐渐萎缩 并不会坏死 只是相当于前列腺的大瘦身 就更创伤更加轻微 一次治疗的 他的复发机率不会有的 因为整个前列腺的血管没有了 前列腺自己就萎缩了 这个目的就是 报了医院希望 再做最后一次弄的吧 手术接近无创 医生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清除了庄和平多年的病痛 过了一周观察期 庄和平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只要遵照医嘱没有异常情况出现 他就可以和原来一样 继续享受惬意生活了 在7月23号傍晚结束的二星会 女子自由式摔跤体校组比赛中 省体育运动学校学生曲影 一路过关斩将 荣获61公斤级的冠军 在61公斤级的比赛中 我省选手曲影在第一轮和第二轮 都以10比0的绝对优势战胜对手 以预赛冠军的身份进入到决赛阶段 决赛的对手是南京体校的向彬彬 该选手实力强大 刚刚获得世界少年摔跤锦标赛 该级别的冠军 果然两名选手一交手 就开始了激烈争夺 闪转腾挪你来我往 四分钟的比赛始终在白热化中进行 双方都拿成了自己的绝招 最后趋赢略显优势 以7比6的比分战胜对手获得冠军 也使得吉林省在二清会上的金牌 达到了49枚 第一报道 瞻言报道 这枚宝贵的金牌 是二清会吉林省摔跤项目的首金 也是重经级项目的首金 为以后的比赛是开了一个好投 希望吉林选手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2019年7月23号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生活垃圾分类百人宣讲团 走进基层活动正式启动 今后一段时间 他们将走进长春市全市 63个街道办事处 宣讲生活垃圾分类 引导居民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宣讲团由长春市城市管理局的 机关干部 事业单位 优秀骨干组成 每两个人包一个办事处 对长春市全市63个街道办事处 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知识的宣讲 同时对重点行业主管部门 也进行上门培训宣讲 宣讲团主要是到进机关 进街道 进社区 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常识的普及 重点是引导街道 社区 还有咱们各有关部门的单位职工 如何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宣讲的生活垃圾分类的意义 生活垃圾分类的常识 到底如何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如何引导居民 就居民单位职工 正确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启动仪式之后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还对宣讲人进行了统一的培训 并要求宣讲人熟练掌握 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熟悉并掌握国家 省和市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 标准和有关规定 要熟记在心 灵活掌握 同时 宣讲人在进行 宣讲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的同时 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工作 各组宣讲人将走进机关 走进街道 走进社区 对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进行普及 进一步推进长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逐步培养群众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 文明习惯 第一报道 永平广言报道 刚过去的周末 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 迎来了很多的游客 说到这个地方 可能很多的人还不是很熟悉 这里是省内首个大型的影视拍摄基地 以及文化旅游休闲中心 从2019年4月初 莲花岛退出了大型文艺演出 我有时间懂得爱 跟随我们的记者到现场来看一看 文艺演出在每周六日和节假日 推出 截至7月20号 已经演出了将近40场 共有20余万人清零现场观看 演员一路表演 一路引领着游客随行 300米影视长街成了最广阔的舞台 在七处场景分成七幕演出 带给游客身临其境的体验 成为莲花岛最具代表性的 文艺演出作品之一 是每一位来到莲花岛的游客 期待和必看的节目 我们莲花岛推出了两档的文艺演出 一个是在室内的生态餐厅 以舞蹈结合杂技为主 第二档演出是在莲花岛的主要景点 这个演出的名字叫 《唯有时间懂得爱》 是与游客深刻地体验互动沉浸式的演出 在莲花岛随处可见装扮各异的游客 值得一提的是 莲花岛的各种文艺演出 所有演职人员都由莲花岛自己的员工出演 表演虽然简单质朴 但演员们对表演的一片热忱之心更显珍贵 也更加打动人心 长城市这个周边就搞红色主题 这种旅游非常少 要孩子来吧 就是接受一下这种教育是更好的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又到了装修进行时的时间 这次报名参加甲醛检测的是 长春市民杨先生家 几个月前呢 长春市民杨先生为了儿子准备的婚房装修完了 也进了一些家具 可是新房密闭几天之后呢 再进入到室内会发现气味非常大 还辣眼睛 下面呢就一起走进长春市民杨先生家 来看看他家的甲醛含量是否超标 这房子是给孩子的婚房 装修的时候基本都是孩子自己装的 但是等他装完了吧 一进屋这个呛顶 呛顶嗓子都冒眼 哎呀就赶紧不能不好 我们就想要找专业部门 专业人来给我们撤一撤甲醛 我们心里好有数 检测师张林林通过大气采样器 进行20分钟的室内空气采集 并将收集好的含有甲醛的吸收液 存放于比色瓶内 然后滴入甲醛显示液 手握加热15分钟后 放入甲醛现场测定仪中 进行光谱分析 目前杨先生家室内甲醛浓度是 0.275毫克美立方米 远远地超出了国家规定的 0.08毫克美立方米的标准值 污染是比较严重的 初步判断污染这样高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是来自于杨先生家 这个家具比较多 也就是说这个室内的承载率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 杨先生家这个客厅 它只有一面的窗户 整体上来讲 这个户型的通风不是特别好 检测师张林林告诉记者 很多业主会有疑惑 明明购买的是实木家具 为何室内空气污染还超标呢 这就需要引起业主的警惕 别把实木贴皮家具 错当成实木家具 其实这个实木贴皮家具 通俗的来讲呢 就是说用人工合成板 或者说是实木板块作为机材 表面在粘贴上 这个保木皮的这个饰面 表面上看起来 它有这个实木的手感 被很多消费者误以为 就是纯实木家具购买回来 而这个实木贴皮家具 它的机材和在这个饰面 粘贴的过程当中 都用到了大量的胶粘剂 这就导致在后期使用过程当中 污染会比较严重 检测师张玲玲表示 如何区分全实木家具 和实木贴皮家具 主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点呢 我们来判断一下 这个家具的重量 一般情况下来讲 全实木家具的重量 要比这个实木贴皮家具的 家具重量要重一些 第二点呢 我们可以听一下 这个家具敲打起来的回声 全实木家具敲打之后 听到的回声比较均匀 而这个实木贴皮家具 它这个回音听起来的时候 不是很清晰 另外第三点呢 我们一定要闻一闻 这个家具的气味 一般来讲呢 这个实木贴皮家具 闻起来它的胶水味比较浓烈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又到了我们第一块嘴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要和我们聊 哪些奇闻趣事呢 一起来看看 本儿想分说天下事 瞧嘴道尽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嬉笑怒骂聊古今 咱是敬唠 十科 第一块嘴张云 在这给您行礼了 说第一块嘴 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呀 以前呢 咱们在节目中报道过 有小学校为奖励 期末考试成绩的优异者 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猪大腿 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近日呢 在广西柳州古仪镇 江川小学散学典礼上 学校啊 也效仿了一下这种奖励形式 不过奖品呢 不是猪大腿 也不是什么鸡大腿 那是什么呀 期末成绩是以发榜 每年都是发奖状 还有铅笔算术本 几乎每次是一个样 家长没有参与度 奖励作用是也不强 今年学校开大会 换个形式来表彰 拿了奖状的同学 一条鲤鱼是拎手上 重量能有二斤多 活蹦乱跳 还晃荡 学生笑大 何不拢嘴 是从来没有见过这阵仗 家长竖起了大母哥 这讲好的 没话讲 这个新鲜实惠还能吃 也能红烧 还能做个汤 学校啊 真是用了心了 这可真是与时俱进呢 同时啊 这个鱼的寓意呢 也非常好 年年有鱼 鲤鱼月龙门 估计这以后啊 期末考完试 家长啊 不会问孩子 考得好不好 直接问 有没有鱼啊 希望啊 每个孩子都会说 有鱼 有鱼 也希望呢 这些孩子能够发奋勤学 将来呢 都能成为一个对社会 对国家 有用的人 我希望广西的这些孩子们呢 总是会有鱼 我也希望呢 西安大华的孩子们 总有烟头 各位肯定说了 有鱼说明学习好啊 你这希望有烟头 难道是想让孩子们抽烟不成吗 您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希望啊 他们有烟头 是因为有烟头就意味着 有冰激凌吃 红鱼鱼 绿鱼鱼鱼鱼鱼鱼 绿鱼鱼鱼鱼式 tecnología 说个憋嘴的绕口令 因为有家店铺叫绿驴 店铺经营的是冷饮 开在那个学校区 每天有着学生写作业 来这看书 来这自习 小孩都爱吃雪糕 对冰激凌就没有抗拒力 可是灵花很有限 经常看着 跟着急 孩子们的小眼神 老板可是看在眼睛里 寻思半天是有想法 让烟头和这冰激凌是站一起 二十个烟头换一个 学生们每天都是乐此又不疲 这个老板的名字叫尖春天 他说用烟头换冰激凌的这种行为 可以告诉小朋友们 他们的劳动是有价值的 而且也培养了他们的浑保意识 不得不说这是个好办法 那些学生们能坚持得下来吗 办法实行第一天 五百多烟头交到店里边 从这一天开始起 烟头换购就不断 每天大概二十多 这样已有了三年 总计烟头五万多 环保贡献是不一般 除了烟头有价值 旧的玩具是也能换 日积夜累数量大 收了一万五千件 这些全都被寄出 寄去了偏远的幼儿园 物尽其用好老板 小朋友们更是笑开言 和上面的学校一样 都是有心人 有人问过坚春天 说你这样做会不会赔钱 他说关于亏损问题 这都是可以控制的 我是估算过的 可以接受 这样的事我过去再做 现在未来我也会做 多好的人 有想法 有计划 不盲目 不放弃 真是好样 由于坚春天的这种公益行为 让大家很赞同 于是周边的商户和邻居 也都纷纷效仿了起来 回到开头说的 我希望这些孩子们 都有烟头 这个话不太对 我应该说 希望一个烟头也没有 如果是这样 那是不是意味着 就没有人抽烟了呢 那是不是一件 更大的好事呢 这正是学生期末领条鱼 你说神奇不神奇 烟头换购冰激凌 这家店铺叫绿驴 好了 今天第一块嘴 就和大家说到这 下回咱在聊稀奇 第一报道纵览天下 来看一下 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资讯 记者从贵州省有关部门了解到 7月23号晚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机场 这一村寨发生山体滑坡 初步核实有20余栋房屋被埋 具体灾情正在进一步核实中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 贵州省已组织应急 消防医疗等救援人员 紧急赶往现场救援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北线高速公路廊房段 是北京新机场 五纵两横地面综合交通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据了解 廊房段高速全长10公里 总投资42.76亿元 采用双向8车道 高速公路标志建设 项目今年3月开工 目前工程建设正式入快车道 预计今年9月完工 项目建成后 向东将通过外管线与京户高速相接 向西至卓州与京稿澳高速相接 在江西省太和县棍巢镇 每当夜幕降临 就会有上万只燕子 盘旋在小镇上空 最后停落在电线上 集体过夜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了解 这种奇观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尤其是闷热的晴天黄昏 燕子会一直休息到清晨才离开 这些小燕子 整齐都在这些杆上 就像五线谱的衣服一样 特别好看 据印度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 过去一天 印度北部有11人 因雷击死亡 另有11人受伤 此前几天 印度北方邦也有33人 因雷击死亡 另有13人被雷电灼伤 约20间民房被毁 最了解 印度气象部门预测 未来48小时内 该地区还将出现 雷击和暴雨天气 英国前外交大臣 伦敦前市长鲍里斯 约翰逊当地 23号当选执政党保守党领袖 在获得女王约 沙白20批准后 将接任英国首相 英国娱乐认为 约翰逊在欧盟 无名 借后变化等问题上 时常出现态度转变摇摆 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接任首相后 约翰逊很可能将具体政策制定 交给其政治顾问和各领域的专家 这正是他担任 雷击市长时积累的经验 第一报道 中途报道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辅导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来看一组现场新闻 行车上路安全敌 但是有些人能走拿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将交通规则置之脑后 遇到交警执法 还试图蒙混过关 有人装病 有人装警察 花招摆出 交警接到指令 称一辆报废车辆正在路面行驶 见警车接近 驾驶员还加速逃窜 最后被逼平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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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逃吗的 你怎么逃吗的 你怎么逃你 全身路线路下的啊 有驾车 没有 没有 没有驾车 开报废车辆出街还是无证驾驶 知道自己可能面临严重处罚 刚才飞车躲避追捕的司机 开始了表演 看起来 你就含了 他还是 primitive 没有 没有 可能 谁含了 ivat�ре 还是 disappear 我都 复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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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 复着他 他复着他 复着他 也许是地面太烫 也许是自觉无趣 该男子最后自己乖乖的跟交警上了车 据了解 驾驶员王某贪图便宜 通过熟人花了几千元 买了这辆报废车 目前王某被罚款两千元 车辆也已经被移送报废 而在江苏太刑市交警在例行酒驾检查时 发现了一名穿着警服的男子涉嫌酒驾 警服上面只有臂长 没有警号以及警线标志 警察男子姓徐湖北人 身上的警服是从小店购买的 当晚徐某和家人朋友喝了酒之后 觉得穿着警服开车回家 可能会免被查车 没想到被抓个正着 经过测试 徐某呼出酒精含量达到了 每百毫升二十六毫克 已经达到了饮酒驾驶的标准 徐某还因涉嫌非法持有人民警察制式服装 被移送辖区派出所 洋路段开展酒驾查处行动 晚上八点多 巡查民警发现一辆轿车走走停停 行为异常 民警赶忙上前盘查 就在此时 后面一辆车却突然紧急刹车 面对接连而来的异常行为 民警立即跑上前去 将两车相继拦停 对两名驾驶员依次展开盘查 经现场呼气室酒精检测 前车女驾驶员没有饮酒 后车的男驾驶员则是酒驾 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 酒精含量达72毫克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面对民警的盘查 男驾驶员交代 他跟前车女司机是夫妻关系 并表示知道酒后开车是不对的 但也做了所谓的安全措施 原来当晚夫妻二人一起参加聚会 丈夫喝了酒 考虑到车子放在酒店里 会给第二天的出行带来不便 就想了一个自认为很安全的办法 然后妻子就开着车 战战兢兢的在前面 为丈夫开道 没想到还是被细心的民警给抓了 目前男驾驶员 因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河县警方依法做出 罚款1500元 驾驶证G12分 暂扣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近日快147次列车上的一名旅客 因为不满列车乘务员的回答 竟然在列车到站之后 在站台上掌握起了乘务员 监控画面显示 事发当天快147次列车停靠在河北深州站时 乘务员正在引导旅客下车 这时车上下来一对母女 然而下车后两人并没有直接出站 而是站在车门口与乘务员在理论着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 该乘客拉着箱子离开 然而还没走两步路又返回 在说了几句话之后 突然直接往乘务员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随后乘务员用对讲机 向列车值班乘警报警 乘警随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民警调查了解 原来该乘客在列车开行途中询问乘务员 车子停靠后开门的方向 由于对乘务员的反馈不满 心生怨气 由于列车是只有经站之后 停靠哪边站台才知道开哪边门的 乘务员当时是回了一句 到站就知道了 后来可能因为旅客觉得乘务员的语气不好 然后下车之后 对这名乘务员说 你不就是个开门的吗 反正就是说了一些比较难听的话 从当时监控上可以看出 这一巴掌打得很重 然后造成乘务员的鼻子不停地流血 经调查确认 该乘客存在殴打乘务员的行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对其予以行政拘留三日的处罚 同时由于该乘客的行为 已经扰乱了铁路战车的运输秩序 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 铁路部门将其列入 铁路失信人员名单 在180天内不得乘坐火车 江苏苏州泰仓市街头上演了暖心的一幕 多名市民合力抬车把一名车祸中被困的女子 从车上救了下来 7月18号下午 在泰仓市梅园新村路口 一辆黑色轿车在十字路口左转时 与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 事故发生后 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躺在轿车边上 无法动弹 监控显示 事故发生时 附近多名市民听到车辆撞击的声音后 赶到了车祸现场 并立即合力将小轿车抬了起来 把受伤女子的腿从车底下拽了出来 索性救援及时 经过医生检查 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腿部受轻微伤 并无大碍 经交警部门认定 轿车驾驶员因转弯时 未让执行的车辆和行人先行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前两天 山东烟台交警在例行检查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名驾驶员 发现了他的长相跟这个照片的出路太大 可是这名驾驶员硬说 这就是我 烟台高速交警支队海洋大队民警 在微轻高速西安收费站例行检查时 发现一辆货车司机的驾驶证照片 与本人不相符 面对民警的质疑 司机表现得很自信 建称驾驶证就是自己的 并且毫不迟疑地把失分证号背了一遍 尽管司机表现得很自信 但民警还是发现了不对劲 随后民警又核实了驾驶员的家庭成员信息 结果发现驾驶员连自己妻子的名字都说错了 最终在民警的盘问之下 驾驶员终于承认 自己并没有驾驶重型相识货车的资格 怕约说途中被查 才使用他人驾驶证 企图盲混过关 最终民警对驾驶员公某 出以罚款2200元 继12分的处罚 近日在重庆有一名男子呢 骑自行车在高速公路超车道上逆行 并且打算赶往数千公里外的 目的地深圳 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 高速公路执法人员赶紧出动 设法进行了处置 18号下午4点多钟 执法人员从指挥中心监控画面中看到 一个男子骑着司行车 正在成余高速公路荣昌路段的超车道上逆向行驶 男子在骑行的过程中 还不时从中央隔离带缺口穿过 执法人员不得不出动两队人马 从两个方向赶往现场拦截 在逆行过程中可能是发现危险了 他就自己擅自穿越了中央隔离带 然后到了进程的方向 将男子安全截停之后 执法人员现场调查发现 男子没有身份证 自称姓陈 从不远处翻越护栏 进入高速公路后 一路骑行 打算前往广东深圳去打工 调查中发现 男子的头脑不太清楚 说不清自己的家庭地址 以及家人联系方式 为了保障安全 执法人员开车将他带离了高速公路 用我们的巡逻车 将他带到了就近的下道口荣昌站 把他送到了荣昌派出所 帮助他去寻找他的家人 执法人员表示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7条规定 行人和非机动车辆 一律禁止进入高速公路 更不用说骑着自行车 在超车道上逆行 这次幸好是发现及时 否则后果还真是不敢想象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福导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由麒麟省星相台 今天下午2点56分发布 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12小时 白城 松远 长春 四平 吉林 白山东部 沿边南部 长白山保护区有雷电 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 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 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那么请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 并且做好雷电天气的安全防范和应对工作 另外提醒大家 我们第一报道全面征集新闻线索 而且爆料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在这里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在生活当中 无论你遇到了开心事 烦心事 不平事 还是必须事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系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